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当时可以结婚? 其实,这完全是父母的意思 那个年代父母之命没说之言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 于是,郭义清就成为了成前的四姨太 两个人的结合,完全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不堪 他们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 成前是一个稳重而相对内向的人 据郭义清后来回忆说,两人做了三十多年的夫妻 成前很少向他表达爱意 但是每次出远门回来,总会给他带一些新鲜的小玩意 不仅如此,成前还会接地他的亲戚,照顾他的面子 虽然,成前和郭义清结婚的时候已经是花甲之年了 但是想要儿子的心思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于是,在两人生活的这些年中,郭义清先后怀孕了十六次 但是,只生下了六个女儿,说来也是遗憾 周总理知道后,还专门来安慰两人,说女儿好,知道疼人儿 郭义清和成前虽然年龄相差很大 但都是为中国做出过贡献的人 俩人病气世俗,相爱了三十多年,也实属让人羡慕 半年的郭义清,还把他们在南京的二层楼房捐给了国家 这格局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不知道大家对老夫嫂妻看法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能接受几岁之内的恋爱呢? 小编先来,我能接受五岁之内的 大家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